關於霸地,我都有少少意見,想跟司長分享。 首先,有界定就是政府有很大的責任, 來去保護我們的公共資源, 土地,包括其他物資,政府是有這個責任, 不能夠說做不到,就推這個責任去其他人。 你本人也都講到你不夠人手, 但是事實上我們需要一個微企的政府, 而怎樣真的做到工作呢? 就是當你自己部門做不到的話, 你又可以要求其他政府部門, 也有經常講到關於治安警察局, 而事實來說,治安警察局是跟很多政府部門 都有密切的工作的關係, 而當政府部門是需要他幫忙, 他可以做一臂之力去做這個工作。 現時來說,通街都是CAMP的了, 每個脫口都有CAMP, 全部裝了。 我就覺得出奇, 為什麼土地既然這麼重要呢? 政府不主動放CAMP在那裡。 第二就是, 每一天, 很多政府部門的員工, 包括民政總署、衛生局、 很多治安警察局的海關、消防員, 全部的, 如果你私上你開車, 在日頭, 或者晚上, 都有政府車在街上兜來兜去的。 這些公務員, 他有個義務的責任, 而他的義務的責任是, 如果他見到違規的事情, 他可以去處理, 甚至乎無關的事, 他都可以處理。 這一方面, 可不可以調回頭, 即是剛才我聽到, 要去查那個土地是誰, 調回頭, 霸容那個人, 或者那間公司, 他要出示他的證據, 他可以在那裡擺這些東西。 這是很關鍵, 甚至乎當你已經遺難了, 人家破壞了之後, 這些東西, 除了治安局局的報警之外, 亦都要大力, 擺個街景在那裡, 看一下, 或者裝置, 其實澳門有幾大呢? 不是很大, 是很小的, 其實想維護這些土地, 是的而且確, 不是你司長屬下的部門, 就可以做得到全部的事情, 是需要其他政府部門, 去幫忙處理的, 否則這些公共的資源, 就會落在其他人手上, 這件事越來越複雜, 因為你報警之後, 又要去法院, 這件事是拖很長時間, 所以我希望你們可以做到, 就是主動去做那個工作, 保護那個資源, 保護那個我們澳門的土地。 謝謝。